2019年9月20日 苹果开始发售新一代iPhone 这期间我们也测试了新款iPhone 11 Pro 这部影片将着重在从我们拍摄到的样片 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想法 我是Enter 邀请您订阅EnterBox 那我们的影片马上开始 这次iPhone 11 Pro成为了一个三镜头的手机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排列真的是很不讨喜 即便从发布会前的流出照 直到实际上手到现在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三眼神头的造型 好吧 那我们还是马上来看看样张 11 Pro与11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了一个望远的镜头 两倍光学变焦放大 等效焦距52mm 1200万的画素 成像效果非常不错 而且颜色非常准确 自然 这组是主镜头拍摄的 虽然当时是白天 但其实有点阴阴的 偶有乌云经过挡住光线 因此 这组比较的样张 颜色偏暗 但这与实际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这张是超广角镜头拍摄的 视野真的非常广 颜色也同样精确 那因为iPhone的照片是4比3的比例 所以在4K16比9的画面中 我们为了填满画面 所以所有样张都放大了35%哦 第二组样张是马路上的曹画线 更可以看出这三个镜头的取景效果 首先这张是两倍光学放大的望远镜头拍摄的 第二张是主镜头拍摄的 右上角已经可以看到曹画线区域的边界了 第三张是超广角镜头拍摄的 右边已经看得更远了 而左边参考第二张原本有植物的栏杆 已经瞬间多了4个栏杆的距离入镜 广角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接下来这张看起来很模糊对吧 因为这张是10倍的数位变焦 等效焦距270mm 所以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但仍能看到月台上的人物 以及月台门上的提醒灯 所以这个放大的效果还是真的非常厉害 接着切换到一般镜头就会非常有感了 321切 是不是可以体会到这个放大非常棒呢 那记住现在这个画面 我们下一张来看超广角的表现 321切 哇我这个变化真的非常有感 可以看到超广角的边缘也没有严重的变形 整个视觉和取景的冲击都非常大 那最后一组样张就给大家自己看啰 第一张是两倍光学放大的效果 第二张是广角主镜头 第三张是超广角镜头 接下来是影片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使用53轴稳定器 完全是手持的 那步伐有稍微比平常还要走慢一点 拍摄的规格是4K 60fps 正在播放的片段 是我们用主镜头拍摄的 可以发现这个稳定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以前iPhone的录影 就有相当不错的防手震 而现在呢则又更强一些 而且以往偶尔还会发生拉风向的状况 现在则几乎没有这种感觉了 除此之外 许多手机的录影 颜色会过于鲜艳 甚至鲜艳到恶心 但在iPhone上 不管是用哪一个镜头拍摄 都有非常准确的颜色呈现 加上我的个人电脑 几乎都是Mac为主 因此在手机和电脑观看时 颜色表现都非常一致 接下来的画面 是超广角镜头拍摄的影片 同样是4K 60fps的规格 像这个片段的长度 是27秒左右而已 但是档案就已经达到了180Mbps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买了照相 摄影不错的手机 要录影4K的话 一定要选比较高的容量版本 不然很快就会遇到容量不足的问题 之后有机会 也想和大家聊聊解决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以前用iPhone X拍摄的感觉 同样是4K 60fps 其实相当不错了 虽然人能感觉到是在走路 但不会有明显的顿挫感 而由此更可以感觉到 iPhone 11 Pro主信头的录影 防手震的处理 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 接下来这个片段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间 树立在山上的四栋建筑 都还看得清楚建筑物的轮廓 而右边山体上的颜色 随着云的移动改变阴影的位置 而呈现绿色不同的变化 4K解析度的锐利清晰 让我们也能看到 河面上清晰的水波脉动 甚至连画面中段的位置 长大车步道的人物移动都感受得到 所以能拍4K而且清晰的话 建议尽量拍4K 保留当下的清晰 以后看的时候会更加感动 那么最后一段样片 画面中左边的绿色 中间的棕色 右边的蓝色 还有中心位置的黄色 都很贴近自然 非常准确 而除了看画面 我们也给大家听听 iPhone 11 Pro的收音效果 以下会慢慢切换到 影片当下的收音 相较近期的旗舰手机 iPhone 11 Pro的收音效果 其实非常好 那目前讲的感觉 都是在室外场景 因为其实有关室内场景的录影 我们计划额外做一部 用iPhone 11 Pro拍摄开箱的样片 夜拍部分可能也要先晚一些 我们收集足够的样张 再和大家聊 也邀请您订阅Enterbox 此外手机评测方面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什么测试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您细心观看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